浮液性水生植物的特殊构造 睡帘 睡帘的根和地下茎 生长在水底的泥土里 叶平贴在水面上 花会挺出水面生长 是浮液性水生植物 如果改变水位高低 对于睡帘的叶会有什么影响呢 水位高 叶柄伸得比较直 让叶平贴水面 水位低 叶柄有点弯曲 也能让叶平贴水面 睡帘的叶柄会随着水位高低 弯曲或伸展 让叶能保持迎贴水面 优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